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HKC221991年的Paper 2第37條的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他就說If x 比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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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問你 then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positive 即是一定要是正數 以下有五個選擇給你選擇 我們逐一擊破吧 不過未做之前 我都特意不如拿一支黃色的螢光筆 highlight 這句說話都很重要 他就說 X 比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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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他這樣說得出的話 我拿一支綠色筆 其實就是我綜合一下資料 即是說 X 會是負數 就憑黃色這句說話 而 Y 我會覺得是正數 因為 X 比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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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應該就說這句說話 好 先游回它 先游個顏色 好 完成了 漂亮了 所以我們逐一擊破了 先處理 A part 他現在正在問你 究竟 X 加 Y 是否一定是 positive 我自己又覺得不是 舉個例子 好嗎 舉個例子 我當 X 是負100 你負大一點就可以了 負100是否真的負數 X 是負數 可以 那 Y 呢 我當它是 好 就這樣 1 1 也是一個正數 正小一點而已 OK 符合它 黃色這句說話 接著發生什麼事 你看看 X 加 Y 其實就是負100 再加 1 即是出了事 負加 1 所以你都可以 真的小過0 所以你都可以把 A part 判死刑 好嗎 好 如無意外的話 我們就去 B 看看 B 是否對 我又會覺得 B 是不對 原因為甚麼 因為它現在說 X 減 Y 拿一支綠色筆你就看到了 那 X 是甚麼 它是負數 即是說這粒是負數 然後這個 這個 Y 呢 剛才也說過 這粒也是正數 所以在這裏 這個也是負數 然後負正就得負 所以負數再減多一個數 最後都是出來甚麼 那其實一定是小過0 是吧 所以其實它現在一定要是正數 這個是負橫的 所以都拜拜 好了 那 C 那個我覺得也對 為甚麼我會說 C 那個也對 因為它現在說 Y 減 X 對了 Y 減 X 一樣 拿一支綠色筆 那 Y 減 X 呢 這個是正數 而 X 呢 這個是負數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這裏就是負負的正 即是這粒是正 即是加的 加一個正數 所以這粒就一定是怎樣 Y 減 X 就一定是大於0 所以這粒是正確的 可以嗎 所以正確的答案 我都會估計是 C 所以圈住先都可以 看看 D 和 E 為甚麼不對 那不如我 解開它 也不夠位 是吧 說個英俊婆相 真是慘 好了 至於 C 和 D 了 反正也有些時間 看看它為甚麼錯 好 那麼 C 好 C 它 sorry 看看 D 和 E 為甚麼錯 好 那 D 呢 它現在就說 X 乘 Y 不要忘記 X 其實就是 負數來的 根據黃色的部分 而 Y 呢 這個就是一個 正數來的 所以負正得負的情況 放大一下 這個一定是小過0 所以 D 都可以拜拜 即是 A 又拜拜 B 又拜拜 C 似乎對 剩下它 還有個 E 呢 E 又看看 E 為甚麼是錯 原因就是 Y 和 X 不要忘記 Y 在黃色的部分都說過 這個是正數 而這個 X 呢 它是負數來的 所以正負得負的情況下 這個亦同等地出負數小過0 所以這個亦是錯 對不對 所以正的答案只有一個 就是 C 呢 OK 行不行 好了 那 Check Check 看大家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到這裏了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